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里是越讲越有你 我是石头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世事评论员 路桥女士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印太地区 上星期看到了北约的秘司与长斯托尔藤贝格 已经宣布了将会在日本设立办事处 这些事件一出现 就会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情况 会不会北约就会在印太或亚太正式立足 也就是说北约东抗是名乎其实 是不是这样呢 还是亚洲方面会自己有个名乎其实的亚洲北约呢 这一个情况其实是大家都在关注的 因为之前说的美、日、韩这三个国家 其实形成了和印太北约是非常相似的 加上了美国为首的阿克斯 现在美国又和菲律宾又和印度联手 所以在亚洲的北约的形式和之前的北约相不相同呢 今天请路桥女和他们分析一下 当然北约在日本设立办事处 这个象征意义非常之大 暂时说仍然是象征意义 象征了北约走向世界 它不但是东扩到印太 北约在欧洲已经是这么久了 所以以后它没有地方不可以去 它也可以扩充到北极 北极也是将来我们要看一看的地方 当然中共非常之不高兴 无论就是在记者会上大肆批评 说是搞这个阵营对抗 它都看得到都不是这么赞 可以这么说 其实北约以前来说 是从未提过北京的 是去年六月就开始将日本 韩国澳洲和纽西兰 就是叫来一起开会 在那个时候才正式提到 中共对欧洲以及世界 在安全方面的威胁 所以说来说都是中共自己找来的 北约大家都知道 是美国用了很多钱 都是美国带头的 它代表了欧洲对印太的支持 但是它是有很多东西 可以帮到印太的布局 比如在信息方面 信息战或者是信息的交流 信息的科技 经验 特别是俄乌战争 这次打了年纪 北约是有很多经验 还有北约也有很多资源 但是说来说 它未必就会直接参与 正如它这次没有直接参与 在这个俄乌战争里面 因为它们里面也有它的条例 它们31个会员国 如果任何会员国受到攻击 它们就会一起行动 但是问题是乌克兰不是 印太也有相同的情况 没有一个 暂时说没有一个 亚洲的国家是北约的成员 习近平经常有一些幻想 他就觉得 只要俄乌战正在打 而普京又不输 美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至少没有那么多时间 就看着这个印太 但事实上 那个是刚刚相反 因为现在西方看俄乌 和台湾是一个战场 这个战场 有一个已经在侵略 另一个就快被人侵略 而这些侵略的人 都是独裁者 两个很友好的独裁者 所以两场战 只是一场战 如果乌克兰输了 就等于西方输了 西方输了 中共一定会攻台 这个大概西方的看法就是这样 这个外乌战争 给了北约和美国 很多很多学习的机会 比如他们 会看看他们的装备 最简单 因为很多国家都给乌克兰装备 从中他们有很多的创新 我想在军事 在武器方面 他们是因为得到一些信息 所以他们创新 资源怎么调配 还有很多技术方面 比如说高科技的打法 信息的交流 信息的控制 情报的交流 各方面 所以他们是 乌克兰的战争 是给了西方一个 可以说也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 去重整他们自己的 在战略方面的策略 这对北京来说 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一说到这里 就顺便说一下 这次乌克兰 因为有四十多个国家 为它提供 炮弹也好 坦克车也好 导弹也好 这次美国学到 这次美国学到 就觉得如果台海有事 台湾再是这样 就没得打 台湾特别是一个赌国 更加难把东西混进去 所以只会说 要在武器方面 装备台湾 和在台湾本土 是设立冰工厂的 他们是学到回来的 这次这个 就是这个阿泰北约 我们暂时这样叫他 其实叫北约都不太对 这个阿泰这个阵营 那个盟友的关系 或者加入的盟友的数量 是越来越多的 那北约就是一个 所谓的Umbrella Organization 就是一个 一个散状这样的组织 它下面有三十一个会员 它每一次有什么事情 是大家一起同进退的 北约出现就是 就是等于这三十三个国家 他们的立场了 但是这个印太的北约 就不是这样的 印太的北约就是很多单边的组成 譬如 当然也都是 全部都和美国有关 譬如 他们有 美日 美韩 非美 菲律宾和美国 日韩 日韩美 还有 Quad 就是四方会谈 还有Aucus 就是澳洲 英国和美国 他给了四个港口出来 最新的给了四个港口出来 那么他就做这部分的东西 而韩国呢 他当然是冰工厂 现在我们知道 韩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就是军火库的製造地方 当然他还有一个俄海俄的 他拍了在韩国 就是俄海俄的核动力潜艇 他扮演的角色就是这样 那比如澳洲来说 他也是核动力潜艇 而日本来说 就是激打的了 我觉得他是 就是 他会和美国一切轰炸 或者做那些事情 如果有轰炸的话 那这些联盟呢 就除了军事上 都清一色的 在经济上都有合作 就是科技上的交流 就更加不用说 有些是交流 有些是合作 有些是学習 那每一个人都是 每一个国家都有 他自己的贡献所在 而且都是很flexible 很灵活 那就是北约一出就是北约 但是如果印太打起来 可能日本会出来 韩国会出来 但菲律宾未必出来 或者是澳洲未必出来 或者是印度未必出来 就是它的组合是无限的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新北约的模式 当然这个模式 它也是和欧洲的北约相辅相成 我觉得有必要的话 因为全部都是由美国主导的 所以它们之间互补互足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个多边的战争 现在说的战争 不是只是台海的了 也都可能是南韩、北韩 或者也是俄罗斯和日本的了 现在说来说去 就一打就打四线 就是这样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 它们的这样的组合 都是可以最大限度的去应对 将来的危机 那么说回韩国 大家都知道 韩国和美国有一个 华盛顿宣言 主要是针对北韩 它们可能会用核武器 还有我们还记得就是很厉害的 所谓的俄海俄核核动力潜艇 是美国核动力潜艇里面最大杀伤力的 它可以覆过一万公里那么多 所以对北韩、对俄罗斯 和对中国的威胁都是这么大的 这个我们就记得上次找石月 去到美国和美国就簽了这个华盛顿宣言 韩国也答应不会自己 就是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那么就跟着呢 就是小马可思 就是菲律宾总统 又去见了这个拜登 那他们有一个防务合作的指导原则 他就没有好像韩国那么戏剧性 但是也很务实 很多事情就说 会扩大两个国家的联合军演和巡落 会军事信息共享 在1951年 美国和菲律宾有一个共同防御条约 那里有条规定 就是说两个国家 任何国家受到第三方的攻击 第二个国家都要去帮助 所以这个条约组就有了 现在可以说是加深彼此的关系 不过呢 反而菲律宾它最大 就是对美国的贡献 就是它又给多 本来有五个 现在给多四个军事基地 其中有两个军事基地 就是在呂宋岛那头的 那么呢 就是距离台湾 只是百多公里而已 是非常非常之近台湾南面的 那么就菲律宾都有一个 曾经都是游疑不决 特别是上一任总统 这个杜特尔特是亲华的 但是问题就是亲华的结果就是 中共答应给他们的经济利益 从来都没有实现过的 这个马可思上场之后 就是他上场都不是很久 已经发生了很多的被中共 在他们的海域里面 被中共去霸凌的事 那么一年里面 又有二百多项的外交抗议 就是这样 所以小马可思也都看得清楚 就是如果你不靠美国都不行的了 菲律宾和中国 是有五百亿美金的贸易逆差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美国上去跟他说 我们会保护你 我们也会有糖给你吃 在经济上有糖给你吃 所以菲律宾去靠近 就是美国也是很自然的事 也是中共自己拿来的 你不去欺负菲律宾就没事了 是吧 路桥说的是正常人的想法 但是中共从来都不是正常人的想法 也都不是正常人 所以在外面一向都是欺负负负的了 现在这个看法就是 从东北亚的韩国 日本到台湾 再到菲律宾 就形成了一个新月形的包围圈 这个新月形的包围圈 就是围堵中共最重要的防线 以前来说 根据国防安全研究院 这位台湾的研究院院士苏子雲就说 他说在地缘战略上面 本来有三个海是大家对峙的 是东海、台海和南海 但是因为韩国之后 还有这个核动力潜艇 就变成黄海都加入 然后四个海 有什么事呢 这四个海都会成为互相攻击的目标 另外一个就是淡江大学的国际事务与研究所 副教授叫马准威 马准威他就对媒体表示 他说第一岛链是很重要的 大陆的军舰如果要出太平洋 他一定在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巴士海峡 巴士海峡 大家要看地图就是它是介乎台湾南部 和菲律宾之间 另外一个就是宫古海峡 宫古海峡就是在东北亚 就是在这个沖繩的北边 那就是一定是从这两个海峡出来的 所以日本站在美国那边还不够 有了菲律宾 就这两个海峡就会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美国可以封住这两个海峡 中共就出不了来了 就是这样 那东南亚国家也都跟菲律宾一样 他们之前很多都是两面靠 安全就是靠美国 经济就是靠中国大陆 但是中国大陆最近做的事情 特别是这样欺负菲律宾 其他的国家看在眼里都知道 遲早都可能要靠边杂 要选的 要选择的 目前来说 有一些国家是对美国是比较友好 比如菲律宾 甚至印尼 马来西亚 还有文来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开始转向 我们上次说了 他们似乎是比较向着美国 但是比如 老挝 柬埔寨 缅甸 泰国 泰国都好 都好跌 这些是非常忠心于中共的 他们会怎样变呢 我们就再看下去了 其实所谓忠心于中共 所有的中共的朋友都好 其实都是为了利益就不在一起 如果没有利益的话 他们早就输到胡宣散了 除了这个 刚才所说的半月型的包围 中共的包围圈之外 远一点还有美英澳的AUKUS的潜艇计划 大家记不记得 2027年澳洲会有它自己的核动力潜艇 而澳洲上个月也都将他们的定位 本来定位自己是防御营的 他们的国防政策是防御营的 但是上个月就改为是进攻营的 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说的都是属于最接近中国 和台湾的所谓的第一岛链的情况 第二岛链就比较远一点 第二岛链就去到关岛附近 就是散布在太平洋岛序上面 大概有3000平方公里这么大的海域 有很多这样的岛序 这个第二岛链也是重要的 拜登已经说了他5月22日 就会去造访巴布亚新基内亚 巴布亚新基内亚这个国家 还会参加他们一个18个国家的太平洋 赌国领袖会议和他们见面 这18个赌国其中包括了纽西兰、澳洲 以及其他16个太平洋倒序就是这样 美国的总统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 没有去见过这些倒序的领袖 所以大家觉得是历史性的 这些国家本来就跟澳洲、纽西兰都比较 特别是他们一向都是跟澳洲的关系很好 但是澳洲也忽略了他们 上次他们现在的总理Anthony Albanese 说了以前的澳洲总理都没有顾到 这些国家面临的最大危机 就是他们的海平面上升 很多赌国是在沉着的 因为澳洲没有太管他们 所以中共承虚而入 但是现在拜登自己亲自去见这18个国家 就是要巩固他们 大家可能都记得去年 所罗门群岛和中共 达成了安全合作框架协议 跟着中共就希望 和南太平洋的10个赌国 都达成同样的协议 美国就积极去抗衡 结果中共和这10个赌国就签不成了 当时说美国是打了漂亮一仗 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泰积态的情况 我就觉得打不打仗就未知 但是现在那个布局 就是慢慢已经是 进入了很成熟的一个状态 一步一步地做 有些时间 我也要给美国一些时间 一步一步地做 那就是在我们眼前 比较大家注意到的 就是日韩关系的 也都是很戏剧性的改进 那前一两个礼拜 尹石月就去探访了日本 岸田就是刚刚这个星期日 就回访了 去首尔回访 那两个国家 各样都进入很正常的关系 有各种各样的对话 尹石月还说 不排除将来邀请日本参加 这个华盛顿宣言 那两个国家的商业交流 也是非常之快的复苏 我刚才说了 现在所有的政治和经济 和科技是三合一的 而岸田也都会邀请尹石月 参加这个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 七国集团峰会就没有韩国的 但是现在日本邀请他 那韩国以前也表示 他很希望成为八国集团峰会 他也有份 所以这件事对韩国也很重要 这次来说 日韩两个首领的互访 最大的成就 就解决了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日韩是没有可能有任何的进展 日本在1945年之前 曾经统治过 殖民过朝鲜半岛35年 当时说 日本是在韩国 朝鲜做了很多非常之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 慰安抚或者强壁劳动 所以两个国家的售口很深 这次岸田去到首领 首先他去国家公务 叫做显宗苑去参拜 里面全是韩国殉国的英年 岸田重申了日本对朝鲜 或者对韩国的反省 对他们曾经殖民过这个地方 日本自己深刻的反省和道歉 这些道歉和反省 其实有一个宣言 叫做日韩共同宣言 1998年写好的 其实日本在当时说 就道歉了 但是这次岸田重申就说 他觉得自己知道日本是在当时 被这么多韩国人带来 这么多的痛苦和悲伤 他自己感到很痛心 他自己是个人的名义再次表态 尹穴也很感谢岸田 说我没有要求过你这样做 但你这样做 我亦都觉得你是很诚恨的 就是这样 两家人就是兵释前言 双方都是君子 尹穴也都说得很清楚 就说 不会因为差不多成百年前发生的事 而要日本一直下跪道歉 双方都是君子 现在岸田也都愿意 以自己的名义再道歉一次 大家就化解了 我想这些也都给中共的小粉红看看 一天就拿着一些国旨 一些东西来做一个政治的原因去攻击 那这次我们看到日韩能够冰释前言 其实我也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有关于福岛核电站 那个废水的问题 大家知道日本是要排这些废水 韩国非常之不满意 很多很多的特别的环保团体 是出来的就是攻击 那这次呢 就岸田答应了 就是两个商定 就是会派一些韩国专家 去考察这个福岛核电站 排污的情况 那所以这两件事 两件事解决了之后 两个国家就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像 一切的事情就是会朝着将来去发展 当然他们最后在他们的宣言里面 都说了中共的挑战 韩国和北韩的挑战 那我就找石穴 的确我就曾经在我们这里都说过 他真的是一个铁汉 我觉得他也是相当出色的一个领导人 因为他打破了很多僵局 比如说对于台湾 他说台湾不是台湾的问题 是全球的问题 因为日本他是走了很大步去和解 在乌克兰问题上 他也都勇敢地表态 说俄国是侵略这个乌克兰的 那他各样都表示了 他是有这样的决心 还有都有这样的勇气 去冲破这个旧模式 打开新的局面 那这些人呢 就对中共来说 是中共最怕可以这么说 中共一向的政策 打算控制着北韩 然后呢 就跟韩国做生意 给他一些好处 这样双方在两边来控制着朝鲜半岛 控制北韩也都控制南韩 但是现在尹石穴 打破了上一任文在寅那种政策 他要亲密 他要和日 并且要求中韩相互尊重 这个也是我觉得他是很够胆的 现在韩国要求中共就是对等 在外交位置里面对等 比如韩国外长去年呢 是访问过这个中共的 那韩方希望中共外长回访 以前我们说韩国是邀请习近平去访问韩国 也都是基于同一个原因 就是说我们以前的总统去访问过你 你应该对等 你应该对我们是一样 那就由于尹石穴最近一连串的行为 所以就中共的战狼外交又出现了 很多的不同的文章在那儿骂尹石穴 那韩国大使馆 星期五在官方网站发表了一封抗议信 这封抗议信是非常之针对这些战狼 可以说直面战狼的第一个国家 是第一个国家够胆地说出来 看来这封信几重要的了 什么内容 韩国这封信里说 这些中国大陆的文章 用一些耸人听闻挑战性和不恰当的词汇 不但诋毁韩国领导人 亦都诋毁韩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他还说这些这样的 譬如《环球时报》 是用低俗到难以啟齿的表达方式 无端指责韩国元首 胡锡进没想到人们会这样来骂他 所以我找石穴的确是可以说 扭转印太形势的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元首 现在日本韩国还和解 看来他们真是成为了中共的身复大患 我们只是在看韩国和日本的和解 我觉得从那些和解里面 我似乎看到一些希望 将来来说没有了共产党之后 我们是可以期望整个印太 或者全世界 我们就先说印太 是比较自由的公平的互惠的繁荣 这个就是安培晋三 他是十几二十年前他的理想 就是一个繁荣自由的印太 现在岸田朝着安培方向走 现在找石穴配合得非常之好 或者不应该说配合 他也是很主动地朝这个方向 整个的印太来说 我觉得现在强调的就是大家的协调 大家的合作 大家的你帮我我帮你 这个就不只是韩日那么简单 但比如说澳洲甚至印度 甚至菲律宾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走感 希望在灭共之后 没有了这个共产党之后 这个世界会循着这个国家 与国家之间合作的方式 是继续下去的 我们都是很期待去共的一天 繁荣自由的印太 真是有了去共的一天的话 不单只是繁荣的印太 全球都会重新繁荣 我们会继续跟进中共的情况 也会看一下印太的情况 如果你现在看我们的节目 还未订阅的话 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 顺便点击小铃铛 我们每一次有新的节目的时候 都会通知你的 这里是月光有你 拜拜 不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